12月27日,2011年度时尚健康健康榜样颁奖典礼在经盛大举行 当晚,高圆院、海青、黄毅达、田园等众多明星齐聚颁奖盛典 与道场嘉宾一起分享自己的健康心得 活动当晚,黄毅达的深情演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作为此次白领关爱行动大使的高圆院 谈及年少时,对于未来职业的梦想时 他直言,曾经的自己原以为会成为白领中的一员 而现如今看着身边的白领好友成天加班加点 自己似乎有些庆幸 那种上学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因为以前在学校一直都觉得我毕业会去当一个白领来着 在学校一直特别坚定的这么认为 那我身边的我所有的同学毕业都在公司做朝九晚五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最好的朋友也都还是这群人 所以可能从他们的口中我大概也知道白领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演戏也会碰到一些白领的角色 都会尽力的多去了解一些 我觉得他们其实加班真的是加到让我觉得还挺意外的 因为演员常常是比如说拍夜戏或者什么 但通常你今天拍了夜戏第二天总会放你一个假 就至少第二天还拍夜戏 不可能说你今天拍了夜戏第二天早晨就再让你出一个早班 我几乎还没太碰到过这种状况 近期一直在陈凯歌导演的又一新作《搜索》中 与姚晨 王洛丹 赵又婷相处得十分愉快的高圆圆 被问及片场上各自的外号时 画家立刻打开 然后对他管又婷就要表哥 然后对就又婷就很喜欢帮大家起外号 然后因为我吃素所以就变素食妹 就单单我就不知道了 他可能给姚晨起外号叫桌布女 然后桌布女 好像他们好像跟他们一起吃 有一次吃饭 那个两个人都把桌布塞到自己的那个脖子的那个这个位置吧 不知道为什么 要不然就姚晨很酷爱桌布 所以就变桌布女 据悉活动大完 海青急匆匆从片场赶来 为了不迟到选择了北京的地铁这一交通 对于平日里忙于工作 无暇享受平凡人生活的海青来说 这稀有的一次乘坐地铁经历 她也是十分珍惜 而谈及北京的地铁交通线来 也是头头是道 我还把票存下来了 我知道国贸这条老的线 然后那个现在二环又起了线 然后还有一条线去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去巴沟的 然后还有去机场快线的 然后还有那边去 中关村那边也有线 五刀口那边也有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